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大数据资料分析应用 在这个课程中呢 我非常喜欢应用的方式 也就是说 我希望您上完课 是能够应用到自己的资料 然后来去观看数据隐藏的真实的意义 我在这边我会以实务交奖的方式 一步一步带着您一起来去观看这些资料 还有享受大数据的技术 我的所有的课程范例讲义呢 都放在这个位置 可是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R是要大写 T也要大写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大数据分析如何操作 如何应用 来去让各位了解之后呢 能够应用在自己的资料中 我还有提供我的LINE 还有WeChat 都可以让你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以跟我有更进一步的咨询 或者是教学相长的机会 趋势 预测 预测就是我去猜 我去预测 预测是指说还没发生 可是为什么加了趋势 就是我们判断的标准是 它到底会升还是会降 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到底有没有猜对 可以了解 这个是趋势预测 好 首先 请问一下 各年的获利 各年的获利 我们是不是会想要知道 如果 如果各年获利是逐年下降 如果各年获利是逐年下降 请问这家公司 是不是要准备 准备什么 继续宏图大展 还是学业暂时休息 有了解 可是我们没看 没做这个分析 我们怎么会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预测 来去看一下 到底这家公司要继续 还是要休息 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预测 那个负的利润 到底是会逐年增加 还是逐年下降 对 刚刚我们是不是讲 负的利润 是不是逐年上升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看你们要不要算这件事 好 我们先算那个 就是说 利润 利润 我们说这个平均利润2 好了 平均利润2 它才是一个真实的那个利润 就是那些负的利润不能算进去 平均利润 它是那个 好吧 那我们算平均利润好了 平均利润 那请问一下 我要做 我要去做趋势预测的话 我一定要选择连续的时间 连续的时间 才能做趋势预测 所以第一个请勾折线图 勾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勾订单日期 各订单日期里面的一个平均利润 平均利润可以吗 其实我真的不喜欢这个平均利润 我喜欢的是 不是 也不是说喜不喜欢 应该是说 这个平均利润2才是真实的利润 就是不可以把那些负数都赚进去 好 那接下来我们呢 请稍微注意一下 当我们去请机器来去拆的时候 你要给它的那个数据量要够 决定来说 假设1234 你请机器来去拆 它就只会拆5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你给它30个数字 它可以帮你猜更精准 也许你告诉他1234 4321 1641 什么什么 反正有很多很多数字 那请问你如何给它更多的数字 我是不是可以把年改成什么 年改成季 所以请点堂 而且要连续的哦 你不可以用这个断开来的 一定要用连续的 请问这是不是季 请问那4年总共有16季 对不对 16季我觉得还是不够 所以可不可以再往下探 好 其实哦 我想在座每一位老师 你应该觉得他应该就是趋势往下 这样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我现在要拿它来去做趋势预测 趋势预测 所以怎么做 请问这张图应该没问题吧 这张图就是很单纯 你去把2013年1月到2016年的12月 这个是2016年的12月 然后的折线图呈现出来 那个利润 利润 我用的是平均利润2的折线图呈现出来 它趋势线 你看哦 趋势线 用分析里面加入 它就是一个往下跑的 对不对 好 而且哦 这个统计上绝对有意义 好了 可是我们不是要去做趋势线 我们要做的是分析里面的趋势预测 趋势预测 麻烦请点加入 结果你有没有发现它是一条平线 这根本就没有预测 所以麻烦请改一下 请把它季节性改成12 各位还记不记得季节性 我在上个礼拜有问过你们周期性 记不记得周期性 在做利润分析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介绍过 就是它是不是有 就是123456789101112 跑下来 然后又上升123456789101112 然后又跑下来 然后123456789101112 对不对 这种周期性应该还有印象吧 好了 我只是告诉你们说 有这一件事 所以这家公司的利润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把刚刚这个分析的趋势预测 里面的周期节性 改成12格点 然后再套右 有没有 出来了 出来了 请问一下 刚刚的趋势线有看到它是不是往下 现在有没有看到 所以它不可能高太多 这就是它预测出来的 灰色底是95线来区间 请问我刚刚做了几件事 首先你要先画完这张图 第二分析 然后趋势分析 请点这个趋势分析里面的加入 然后记得把季节性 这个季节性改成12 套右 你就做完了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做趋势预测 那请问它到底做的准不准 我现在我要换另外一个方式 来去解释它到底准还是不准 好 请问一下这边趋势预测 有没有看到 预测10个点 可不可以预测6个点 当然可以 你就点 把这个趋势预测长度改成6 然后套用 它现在是不是变成 123456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掠过最后几个 我就掠过最后12个 你可不可以掠过最后三个 当然可以 我掠过 掠过的意思是希望你们来去比对 等一下要比蓝色线跟黑色线 好 好用 请问一下它预测的准不准 我们现在去看 首先 它是不是第一个月预测出来是往下降 有看到吗 它是不是真实的蓝色线是往下降 所以预测是对的 趋势我们只比 它是往上升还是往下降 好 接下来呢 请问 第一个月到第二个月是不是也往下降 可是它往上升 有看到吗 而且 这不准 这叫不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第二个月几乎是很接近的那个点 你说它准不准 我认为它预测的还蛮准的 有听得懂吗 再来第三个月是不是趋势往上 跟真实的蓝色线是不是一起往上 然后一起往下 一起往上 一起往下 所以你觉得它的预测好不好 还不错 是真的还不错 总比你什么都不知道来的好 你们说是不是 要看这种这个趋势 我只是我我跟各位报告这个略过最后12个点 只是为了让你们来去做比较 不然的话 如果你不略过 你根本就没办法比到底它准还是不准 因为我现在这边没有蓝色线 可以吗 所以我才刻意的假设我把资料变成只有前36期 也就是前三年资料来去做预测 然后预测 出来他只有一个月趋势是错的 也就是第一个月到第二个月 所以我认为其他五个月 他都猜对了 所以这个预测算是好的 不想要各位能不能够接受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我们来观看再来瀑布图 瀑布图是这一个 因为当我们在做自动分析的时候 大量用到瀑布图 那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分析什么呢 好 我想要分析 假设 假设 我想要分析各年间 各年 首先我要先决定瀑布图 各年 各年 你看 瀑布图里面 第一个就是类别 就是哪一年到哪一年 接下来分解 分解 假设 我的一个分解呢 是 子类别 请把子类别搬到分解 值 值是什么呢 好 我这个 平均利润二 就是最主要的那个平均利润 好 算了 我们还是用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平均利润 请把平均利润 放到值这边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 其实你只要放对位置很容易出现这个瀑布图 好 首先 首先 我再稍微解释一下 类别 这边就只有三个嘛 你要放的就是 你要做的是类别 就是 我放的是日期 就是2013到2014它的瀑布图 2014到2015的瀑布图 2015到2016的瀑布图 对不对 类别这边我放的是日期 分解 分解就是我要以谁来当做是一个主要的说明对象 例如说 类别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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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总要有一个数值 它才能化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它的意思就是说 大部分 大部分产品就是 有的 有的增加 有的利润增加 有的利润减少 而且 而且呢 导致它都平平的 就是利润并没有逐年上升 利润是平的 有看到吗 平均利润是平的 好 那2013年 主要 主要 是桌子 桌子有看到吗 桌子的利润是很高的 好 这一年有看到也是桌子 一定是桌子 有听懂吗 这就是瀑布图 好 那同学 各位老师 不是会有问说 那我今天 我能不能把 它的项目改成 例如说三项 三项加其他 其他一定会有 预设是五项 这边 正三加负二 这边 正二加负三 你知道 看到这样子的时候 就大概已经知道说 这家公司的利润 其实在往下降 尤其是 这个又高于他的时候 好了 我们现在去看 那 如果 如果我想要设定这个 真减的项目 只有三项再加一项其他 所以在哪里设定 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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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设定什么 分解 分解 假设我设成三个 有没有看到 二正一负 一正两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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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要知道说 主要告诉老板说 哪个增加 哪个减少 这是减少最多 叫影印机 然后接下来这边 影印机增加 你看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 遇到问题了 所以我们来解决问题 影印机是不是增加很多 可以了解吗 好 所以就回答了 这个自动 就是瀑布图里面 如何去设定 设定这个数字 记住 其他一定会有一个 所以你在设定的分解上限 只是在设定 设定就是增加跟减少的组合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 来去看这个组合图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要在这边 准备跟你做最后的一个 等于说说明 到处去分析啊 我觉得就是在玩这么多的资料里面 从一刚开始要去入手 入手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很困难 它真的跟以色谣很像 然后他这边可能两三个动作 你就可以画出一个图 然后来去重点是要去解析这个图 代表的意义 那我觉得他真的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做视觉化分析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透过了联动 很容易做到视觉化分析 好 那怎么样去做这视觉化分析 我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呢 你再去听听看我那一段 视觉化分析在讲什么 因为你可能不太了解 利润对一家公司多重要 可是如果换成你的资料 你来去做我说我举的这个例子的 视觉化分析 你就会知道这太重要了 我只要按几个按钮 我就可以得到好多资讯 得到什么资讯 像我刚刚我们在说的那个负利润 到底是哪几个产品的负利润 还有明星产品 居然他利润很低 好 真的 这真的对于老板来说 那是很重要的资讯 如果一家公司一直利润 一直利润都不高 而且一直在下降 你知道他面临的问题会是什么吗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所以真的诚心的期待希望说 你们了解这一块之后 然后未来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决策 就是看到这个现象之后 然后我们该下什么决策 好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地理分析 这应该是现在还蛮重要的事情 举例来说 那个不少各位有没有看过 无人机 无人机他去侦测 去侦测 谁 谁 不是谁 是两个以上的人聚在一起讲话 他就无人机就直接对他喊话 这种都是必须要结合我们的一个地理 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精度 纬度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地理分析这件事情 举例来说 好了 首先 首先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程式 好 当你公选程式 因为他就是一个地理的名词 所以只要你有网络的情况之下 他就可以自动的帮你去做这样子内容 的一个就是位置的定位 那接下来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数值 有的 呃 就是说这边是不是有像图例 纬度 大小 那我建议各位我们这边我们可以放 可以放那个呃 刚刚曾经算过的平均利润 平均利润 好 所以请把平均利润放到大小这边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地图放大来去看 看一下 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哦 就是说有的地方圆圈圈很小 像这个地方 仓平 圆圈圈就很大 这个 江口 圆圈圈就很大 这个 三成是不是圆圈圈就很大 有的圈大 有的圈小 所以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针对这一张视觉画图表 因为这样不好分析 所以我们就会 针对这个平均利润二 例如说 小于 因为平均利润四百 干脆我们定一下 小于一千的我就不锈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定义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定义这个 平均利润二 然后去做大于一千的套用筛选 结果只剩下这几个点了 我们因为层次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大于一千的点都呈现出来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很容易让我们看到这个地理分析 这就是地理分析 所以在这边有几个像什么 苍廷啊 山城 江口 南宫 好 这几个都是大于一千五以上的 这我想 这是你们必须要会做的地理分析 那这个地理分析 一 你只要勾程式 或者是国家 或者是 那个行政区 他都可以自动的去连结到地图 前提要有网络 在接下来第二件事情 我刚刚这边我选择的是平均利润二 请把它放在大小里面 放在大小以后 这边他就会依 刚刚的平均利润二 大小画出很多个点 好 然后第三 我多增加了一个筛选 因为这个条件只适用在 这一个地理图 地图上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输入什么 大于一千 只要是大于一千的都会留下来 然后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可以发现什么事情呢 这边比较多 多过于这边 对不对 还有这个沿海这边比较多 沿海的地方比较多 那这边也有江口跟冷水江 还有这个 好 所以请你们动手来去做一下 地理分析 首先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像这一个 这一个 是这一张图 我们再加点颜色 或者是这个线条 我们改成用折线图 就是好像色彩叠加入进去 大概就可以做成一个 叫仪表板 这样可以了解 就是方便别人去点 例如说好了 这个低利润 低利润是逐年上升 然后高利润逐年上升 这很正常吧 可是很不幸的是 负利润也是逐年上升 可以了解 所以如果长久以往 我们总会想知道 这些负利润的那个订单 就是我们这里面不是有很多很多资料啊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所有负利润的订单 我们把它调出来 对不对 所以他可能就会希望呈现资料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资料表怎么做 所有负利润的订单 所以加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资料表 还有这个矩阵 我都讲 我们先讲这个资料表 资料表例如说第一栏 第一栏 我们的资料表 我要放的是 假设这个利润分类 利润分类 而且我的利润分类呢 我放的是什么 就是这张资料表上面 我的利润分类是 是负利润 可以吗 我只放负利润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因为它是资料表嘛 我可不可以继续去放 我的订单 订单日期 有没有 就是2013年1月1号 有一笔负利润 1月3号 1月4号 1月5号 1月8号 1月9号 都有负利润 可以吗 可以吗 我现在给你看一下 资料表 我们把这个 订单日期排序一下 订单日期 是不是可以递增 递增哦 然后我们来看 这几笔 前面 123 4 4笔 有看到哦 4笔就有一笔是负的利润 所以我们把这个利润分类 我稍微筛选掉 我只留什么 我只留什么 负的利润 确定 你有看到吗 这都是负的利润 然后 这边 这边有没有看到 有什么 1月1号 有1月3号 1月3号 还蛮多笔的 这样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哦 好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这个没有关系 可是我 我必须要把刚刚的筛选 筛选 清除掉 以免会影响 影响我很多报表的计算 好 那有些人他就会希望说 有把那个 负利润的资料找出来 例如说 到底是哪些客户 对吧 哪些客户 所以在这边有客户的名称 客户名称 对不起 不是这个客户名称 应该是这个客户名称 可以吗 建议稍微放大一点 不然的话 我们这边看不太清楚 所以应该是直 直 里面的字 稍微设大一点 这样可以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事 这不就是一个资料表了吗 可以吗 好 我觉得这不是很困难 你看你这边 你就是放出我的订单分类 然后再勾订单的日期 再勾客户名称 你按照这个顺序来去勾 决定你的资料表 好 那你也要知道 除了这个资料表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叫做举证 那举证又是什么意思 举证 举证我们可以再来去思考 举例来说 嗯 我们 我们 我们这边 这边放 纸类别 这边我们放类别 我 这个 这个 标题列 我们放 纸类别 纸类别 所以我们可以放在这个资料 一个是资料列 一个是资料行 然后这个值 假设我们放的是那个 利润好了 利润 可以大概看得懂 我现在做的这张 这两张表是有差别的 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可以放 就是本来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呈现的资料 现在他多了这样子的资料呈现 就是好像把它整理成一个 员工整理好的资料报表 可以了解这两者的差别吗 主要就差别在这个地方 你看像他 他的配件 然后他的设备 都是属于技术类的 所以他在这边呈现 那如果说这个抑制 抑制他就放在家具这边来去呈现 可以吗 这两个资料表 这一个叫资料表 一个叫举证 可是我觉得都是算是资料表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玩一下 资料表以及举证 首先 因为他做法很简单 就是这个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的汇出 在右上角是不是有点点点 更多这里面 点一下他汇出资料 这个内容就会整个都汇出去了 而且他是存成CSV的 CSV它是文字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 可以吗 这边我就不特意去做这件事 例如说 2020 0529 我把它放在我的滴碟底下 data 2020 0529 存档 然后接下来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 我刚刚做的 是不是在这里 data 2020 0529 因为他是一个CSV 可不可以用记事本打开 当然可以 因为这样我上课的速度会比较快 好吧 可以用记事本开 绝对可以 你就点那个选择预设程序 你看刚刚那个资料表的内容 完整的所有的负利润 是不是全部都放在这边 总共多少比1157点 这样可以了解吗 可不可以不请你们做 因为这个我觉得还好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汇出 我想我暂时可能要在这个地方 告一个段落 但是我最后呢 最后我是想跟各位分享 就是这影片放置的位置 好 你今天可能回家的时候 可以看到的影片 还没有经过剪辑 可是再过一段时间之后 等我做好了剪辑 像例如说中间我去辅导你们 我去就是没有操作的时候 那些内容我都想把它剪掉 因为你没有必要在那边等嘛 所以变成 我想要把它变成一个连续的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呢 这个影片呢 其中在什么地方是找得到的 就到YouTube 到了YouTube之后呢 在YouTube的搜寻 你就只要搜寻我的姓名 好 你看 你看 当打我的名字 最多人看的是电脑基础入门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电脑基础入门 还是有蛮多人喜欢看的 像比如说 如何打出一个中文字 真的 真的 就是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原来 原来是 原来有这种情形 好了 那接下来我想给你们看的是 我 你看 现在我有一部正在直播 就是现在这个课程 然后你点下去 或者是你去看 这边 这边已经建立的 已经建立的清单 好 影片 影片 最近上传上去的几部影片 就是我们现在 今天上的这几部影片 希望就是说 你回去的时候呢 可以再去看 再去看一下 好 那 记得 看我的影片这边 麻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在这边点我喜欢 这就是我 真心期盼 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肯定 好 那 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做一个ending 因为当我们今天在学大数据分析 我觉得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举例来说 光是函数有好多好多是值得我们再花时间来去学的 还有像例如说 我们 耳后 我有给你们line 给你们wechat 都是希望说未来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 有更多的互动 因为学无止境 所以我们好好地把像今天学的这个视觉化分析 函数的应用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落实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就是资料 然后去探索一下 你就会发现 今天我们现在拿的是商业型资料 但是换成你的资料 你可以会发现 哇 这些事情 尤其像那个关键影响民主太棒了 所以真的很期待 希望说你真的把自己的资料套进去 去操作一下 那你要是遇到任何问题 就欢迎你拍照 然后用line 传给我 这样我才能够针对你的问题 回答问题 好 那就祝大家每天都幸福 和快乐 我们就先上这边 谢谢大家